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翼翼 我們現在打一下三瘋王的再二級喔 這邊來幫大家實戰一下我們最新的救急熔練埃及神 我剛稍微打了一次 我覺得 再二級可以用炸過去 好像真的還蠻爽的齁 好 那至於這一次的救急熔練會不會很綁定阿努比斯呢 老實說我覺得是會的齁 好 那我這邊隊員還帶了可以排珠的月毒 還有這個要對付30級盾的超獸魔神 還有我們的暗八這樣子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平常如果要組隊的話 我覺得 可以稍微把隊員多帶一點炎秒龍科喔 例如說蛋糕或者是黑金武裝之類的 因為埃及神他熔練了之後 應該說熔練之前也是啦 就是他是回歸最一開始的五秒轉珠 你如果真的遇到需要轉珠的時候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先偷兩回合 好 兩回合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去轉7C 阿如果有卡珠的話 對 也趕快抓一下角色珠 不然沒有轉到攻擊珠的話 一樣會爆炸 我剛剛斜轉失敗 7 還好 沒事 一開始這邊他會給你布上一個布面BUFF 你要大於等於7C才能造成傷害 好 來 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我們一樣繼續偷一下 好 來 這邊再一次 好 那偷完之後呢 這邊我們開埃及的2技 然後把埃及的1技打開 這樣子可以直接無視顧C炸過去 好 接著就來到2血 那這邊我們可以補一個那個 這個叫什麼 超獸魔神的1技 然後我們再補一個巴比倫的2技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已經把負面狀態擠掉 那我們只要去轉2 3就可以 好 那你如果這邊比較不擅長轉珠的話 你就直接把月毒開下去 排珠沒有關係 下一關雖然有復銷重置 但是不影響 好 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 一樣我們就直接炸下去 這邊就直接無視攻前 紅綠燈也不影響 三隻就一起收掉了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先偷一回合 因為埃及他每次有首次開招 然後 回技能的選項 所以這邊我們先一回合給他 然後我們下一回合再炸 這樣子的話 他技能就又會跳回來 好 那第二關 第二條血啦 原理一模一樣 我們先一回合送給他 好 那一回合之後呢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把那個 龍科之力打開 還原版面 然後再開炸 好 OK 來 這邊就一樣 整條血收掉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我們就稍微把狗頭補下去 然後閱讀也補下去 這邊就是真的需要轉珠的地方了 這邊的話我們要去轉對大於等於7C 對 你可以發現這個轉珠秒數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回歸最初始 五秒轉珠 你剩下的加秒 全部都是靠你的龍科來用 那現在龍鏈的埃及神比較有點像是屬性隊啦 所以你說如果要帶魔族 可不可以 一樣也是OK 就是暗隊來說就是慈愛是最好的選項嘛 就直接把魔族腐化帶上 直接加8秒 好 來 這邊30級盾 我們就直接送給他 好 這邊30下打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開那個1技 好 這好像沒有辦法直接炸掉 不知道是有什麼狀況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再轉一回合 就剛好一回合送給他這樣子 好 這邊是反手消心 所以 啊不 心服時連吉林化 所以不要去消心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直接用埃及的1技去把他炸掉 OK 這邊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7關 第7關是三隻自爆怪 這邊我們一樣 直接開下去 收掉 OK 那就沒問題啦 來 接著就是 浪費生命盾 這個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6 7 8 9 10 要去把他轉隊 好 那好處是什麼呢 這邊埃及神回滿血的話 貌似是可以扛住一下的啦 所以 也沒有到真的那麼緊迫說 一定要馬上把他收掉 我先回滿血給大家看 骷髏頭好像會不見 好 對 所以 你就算有失誤也沒關係 血又回回來就好了 好 來 接著是7C 1 2 3 4 5 6 7 OK 對阿 這邊就是6 7 8 9 10 依序去把他轉隊 他就會自殘死去 好 來 接著是8 8的話算是比較難的數字 1 2 3 4 5 6 7 8 OK 好 你看 像我這樣就轉錯了 好 轉錯也沒有關係 反正血有回回來就好 這個是重點 8C 我算一下 1 2 3 4 5 6 7 8 OK 好 那再來是9C 9C就是可以一組6顆黏一起啦 然後剩下全部3 3切開 這樣就是9C了齁 1 2 3 對 我知道講都很容易 但是沒辦法 好像也只能講了 好 好 阿最後10C就是全部3 3切開這樣子 10C 好 算一下 好 那等一下大媽福利家的關卡也是要稍微洗一下 好 第9關就是大媽的關卡 那這邊就是不要去手銷到水珠就可以 你可以稍微疊一下齁 但是 就也不一定要疊啦 但主要就是不要發動到攻擊 因為我們要稍微洗一下 發動到攻擊也沒關係 阿不要打死他就好 重點 重點不要打死他 然後我們盡量都水騎手齁 因為你水騎手的話其實 高機率去把那個加護珠疊掉啦 然後再來就是你如果那個換變空間 也不會場上一坨水這樣子造成你的其他困擾 好 這邊我們稍微回個血 好 那回血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下 也不至於到太誇張太離譜 還可以接受 好 來 這邊就稍微洗一下 稍微稍微 好來 那狗頭跳了可以把它打開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再去疊一下 已經快要畢業了齁 好 這邊看到埃及跳起來 OK 就直接把它打開 然後炸下去 好 這樣就沒問題啦 好 那接著就來到王一 王一的話是強化盾齁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把月毒稍微打開 阿月毒打開就是固定10秒了啦 所以 對於5秒轉珠的埃及來說是賺到沒錯 好 這邊1血是大概210 你只要看到有打超過200就可以了 好來 接著2血 這邊我們直接用版面還原齁 好 因為龍科之力他還有多一個 那個可以無視拼圖的選項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正常去轉 他這邊要的只是一個無視拼圖的動作而已 所以不用打出太大的傷害 你就隨便 送給他 好 這邊我們稍微留個暗珠下來齁 好 接著來到第3條血 他這邊是反強化盾 所以這邊我們補一個暗8的1技增傷 好 我們就是不要去消到5顆黏在一起 因為你消到5顆黏在一起 其實天降下來搞不好也是有機率 把你消到強化 那這邊我們就是主要攻擊珠就已經是暗珠了嘛 那你如果再消到強化就會比較麻煩齁 好 那這邊就是直接去把第3條血收掉 其實你可以發現傷害依舊是非常的足夠啦 好 那最後一條血理所當然就是直接開炸 好 完全沒有問題齁 最後居然是這樣子的通關方式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是 救急熔練的埃及神實戰給各位稍微感受一下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 掰撲 我說完 感谢观看